在我国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很多君主 这些王朝的统治者 无论是英明神武还是昏贵无能 他们还是非常有涵养的 很少会和不一一般见识 大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 经济繁荣天下皈依 身为天子 乾隆皇帝却一直没有局限于 在金卵殿批阅奏章 而是经常微服私房 在他的一生中 曾经六下江南 发生了很多广为流传的风韵故事 被后世广为传颂 纵观清朝的历史 乾隆皇帝无论是文治天下 还是自身无义 在整个大清朝的历代君主中 都是出雷拔萃的 在他执政期间 他欣喜天下 体恤民间疾苦 为了了解民情 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 乾隆皇帝曾经六字下江南视察民情 当他知道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以后 他五次扑免天下钱粮 三次免八省草粮 这些政策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使得国库充盈 所以当时 满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之下 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 在我国的历史中都达到了顶峰 这样的成就 即使在世界上 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一切 都与乾隆皇帝的英明神武 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 乾隆皇帝是一位宅心仁后 爱民主子的好皇帝 更是一位有功于江山 有功于社稷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民君主 可是 就是这么一位被世人都称为 是有道明君的乾隆皇帝 却对一位算命的倒是起了杀心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体察民情 乾隆皇帝多次微服私房 他脱下黄袍 走出金丸殿 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 到全国各地进行暗访 去看看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情况 去查查各地官员 对本地的治理情况 同时也以此作为 考察百官政绩的标准 然而 在他的一次微服私房中 却发生了一件 让人意想不到大低眼镜的事情 因为在众人的眼中 这件事情 是绝对不可能 发生一个明君身上 那么 这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 乾隆皇帝 在一次微服私房的过程中 他扮作普通人 在室集中穿梭游玩 正在他游玩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位 颇具先锋道骨的老道士 在路边算卦 这位老道士一看 就像是一位得道高人 在我国古代社会 由于生产力低下 和当时的人们 对大自然认识不够深入 以及在统治者 军权神兽思想的教化下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 无论是上至黄金贵咒 还是下至不一平民 他们都对神灵 是非常敬重的 对披子算卦 能预知未来的玄学 更是深信不疑 古人云 小隐隐于灵 大隐隐于世 路边的这位先锋道骨 算命的老道士 成功地博得了 乾隆皇帝的眼球 原本乾隆皇帝 在世纪上也无所事事 四处闲逛 乾隆皇帝之所以愿意 在世纪闲逛 是因为世纪是当地经济 发展情况的轻余表 世纪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体现当地经济的繁荣 所以乾隆皇帝 从此来世纪 只是来看看热闹 考察当地经济 并没有什么 必须要着急处理的事情 可是这位老道士出现以后 却成为了 集市上一道靓丽的封建 出于好奇 乾隆皇帝走上前去 准备让这位老道士 给自己也算上一挂 当老道士看到乾隆以后 他不慌不满地问道 请问您想算什么 乾隆皇帝开口问道 你会算什么 你算得挂准吗 老道士洋洋得意地说 贫道上知天文 下小地理 能看人的过去 能算人的未来 人称神算子 如若不准分文不屈 此话一出 乾隆皇帝不由得露出了 鄙夷表情 心想 你能有多大的本事 无非就是忽悠人 骗人钱财而已 于是 便想试探一下这位老道士 好 那我也来算上一挂 你帮我算算 我是何许人也 算得准我重重有赏 要是算不准 我可要砸了你的挂摊 让你以后都不能再次算挂 看你今后还怎么招摇撞骗 于是 老道士便问乾隆皇帝 好 请问您是厕字 还是掐生辰八字 厕字 乾隆皇帝回答道 说完之后 乾隆皇帝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老道士看完了乾隆皇帝写的字之后 悄悄地告诉了乾隆皇帝的身份 又将他的生平功绩一一说出 这让乾隆皇帝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心想 天下竟然还有如此欺人 原来 这位老道士所说的竟然和自己的生平丝毫不差 毕竟乾隆皇帝已稳坐朝堂多年 多年来的察言观色将喜怒不兴于色 心事勿让人知的本领练就得炉火纯青 虽然此时的乾隆皇帝心潮澎湃 对眼前的这位算命的先生钦佩不已 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任何的惊讶 此时他便决定要让这位老道士给自己算算最关心的事情 正所谓贫私便赴私安 土田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此时的乾隆皇帝富有四海 掌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 可以说他当时可以随心所欲 无所不能 但是皇帝也是人 同样无法超脱生老病死 长生不老是每位皇帝的毕生所愿 可是又没有哪位皇帝能够如愿以偿 而已经到了暮年的乾隆皇帝 此时最关心无疑就是自己还能活多久的问题 乾隆皇帝故作镇定地问道 那就麻烦先生再为我算上一挂 没等乾隆皇帝间话说完 这位老道士立即心领神会 他看私下并没有其他人等候算命 便再次为乾隆皇帝起挂算命 他对乾隆皇帝说道 原本你的寿命可以到八十六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让位的话 还可以再多活三年的时间 听完之后 乾隆皇帝哈哈大笑 他立即赴了挂钱起身离开了 可是乾隆皇帝转身刚走不到五百米的时候 顿时起了杀心 他将脸一尘转笑为怒 命令侍卫立即将那位给自己算命的老道士杀了 那些侍卫接到乾隆皇帝的命令之后 不敢怠慢 立即原路返回 想要结果了那位算命先生 可是此时的算命先生 早已不见了踪影 他还在挂摊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 原来乾隆皇帝怕算命先生的嘴部牢靠 将他的事情说给不怀好意的人 害怕有人会以此来大作文章 俗话说 死人的嘴才最牢靠 所以乾隆皇帝才顿起杀心 杀人灭口 当侍卫将老道士留下的信 交给乾隆皇帝的时候 乾隆皇帝立即将信打开 此时的乾隆皇帝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算命的老先生 早已料到乾隆皇帝会去而复返杀人灭口 所以就早就离开了 他在信中阐述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位算命的老先生 这辈子只给他一人真正算过命 并且在乾隆小时候 老先生还救过他的命 所以此时他专门在此等候 为他算命 其目的就是为了再救他一命 乾隆皇帝不得不将此时作罢 1796年正月 已是86岁高龄的乾隆皇帝 一如既往地坐在金丸殿上 他对文武百官说 如今朕已在位60年 当年的圣祖皇帝 及康熙皇帝在位也不过61年 朕身为爱心觉罗家的子孙 执政年限又怎么能够超过朕的 皇祖父圣祖皇帝呢 朕决定提前将皇伟禅 让给朕的儿子 说着 辩知人将正大光明后面 锦和里的继承人姓名 公布于众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 康熙晚年九子夺迪的现象 从雍正时开始 满清王朝的统治者 便实行秘密立处的行事 皇帝经过长时间 对皇子们的德行能力进行考察 将最适合继承大统的继承人名字 秘密写入锦和 放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后 待老皇帝驾崩以后 再由人将遗诏取出 公布于众 以此来保全皇室子孙 避免再次出现 皇室子弟同事操歌 动摇国本的现象 所以 乾隆皇帝便以要为自己的皇义 也尽小为名 将皇位缠让给自己的儿子 即皇室武姿永艳 即嘉庆皇帝 为了表示自己退位的决心 他还命令礼部策划 并举行了隆重的归正大典 自己则成为太上皇帝 虽然 在名义上乾隆皇帝是退位了 但是有这么一位皇帝在朝堂 身为儿子的嘉庆皇帝 有奇感造次 所以 实际上军政大权 还依然掌握在乾隆皇帝的手中 朝廷上所有的朝政 无论大小 都必须要经过乾隆皇帝的批准才能办 所以 此时嘉庆皇帝只是一个傀儡 国家的最高权力 依然掌控在乾隆皇帝的手中 就这样 身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 又继续把控了三年的朝政 1799年正月 乾隆皇帝在养心殿驾崩 终年89岁 嘉庆帝终于亲政拿到了实权 嘉庆皇帝为了表示对乾隆皇帝的哀悼 尊使乾隆皇帝为法天龙韵 至成心觉体员立即 服文分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妙号高宗 葬于御灵 无论乾隆皇帝 基于何种目的 他最终还是按照老道士之言 将皇帝提前禅 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而他也确实是在 善让皇帝三年之后才驾崩的 印证了老道士的称鱼